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自己的判断在这里 首先呢 艺术需要有修养的含金量 艺术是有一种人的境界在里面的 是有修养的 那么那样的作品呢 《文艺复兴》里面是非常看得清楚的 它用的是形象 它不是搞抽象 艺术作品呢 它是很形象的 但它通过形象来反映出人的内在精神 内在修养 内在能性 第二个情况 我们说艺术是表现美的 所以我们有个说法叫美术 艺术不仅表现美 还表现快乐 假如人类的生活 让人看到的是一个常态的话 那么艺术家 所展现的艺术 就让人看到的是审美对象 所以艺术是一种展现美的学问 所以艺术呢 不那么展现假丑恶 什么东西经过艺术的熏陶 我们就说这个东西艺术化了 什么叫艺术化 艺术化就是把一个常态的东西 变成了审美对象 所以艺术不那么描写生活中的常态 而是描写人类的理想 所以艺术本身是不那么表现常态的 比如每个人都在写字 但你这个只不是艺术作品 不是书法作品 每个人也在画画 但你的画不是艺术的画 每个人也在跳舞 但你这个跳的舞不是 不是芭蕾舞 所里面表现的天鹅 所以艺术之所以 不同于非艺术呢 因为它里面有很强烈的 审美情绪在里面 也就是它突出了感染力 从而体现出人类对于审美 这种内在的需要 所以凡是能够表现很美的东西 把一些东西艺术化以后 经过审美对象的东西 那样的东西才能叫艺术 那么在这一点上呢 文艺复兴的艺术品呢 是很容易被堪称艺术品的 艺术的第三个要点呢 它是与人的生命相联系的 是活的 这一点在文艺复兴的 作品里面呢 得到中文表现 自然的东西 能不能叫做艺术呢 我们去看一块红宝石 我们看一块蓝宝石 甚至我们看到一片 那个花草地 花 很美丽的花 我们说那能不能是艺术品呢 那不是艺术品 因为它没有作者 当然我们泛泛而论 我们也可以说 这是大自然的艺术 其实艺术呢 是指活的东西 任何禁止的 死亡的 自然的东西 它不能叫艺术 艺术是与 作者联系在一起的 艺术是与 人的生命联系在一起的 是活的 是变化的 而且是与人的生命变化 相联系的 那么这一点上呢 我们从文艺复兴的艺术品上呢 我说它可以算艺术 第四个要点呢 是艺术是有精神性的 是有寓意的 艺术不仅是在线 还是表现 还是形象 尽管它那种表现 是比较含蓄的 艺术的含蓄呢 主要是把一种 那个人的潜能 充分展现出来 他尽管表现到 人的悲欢离合 却不是直接说 离别是很悲哀的 我们这里就想起 那个 朱子清的那个背影 父亲 父亲是种他 他只看到父亲的背影 很含蓄 他不直接描写 分别的悲哀 但结果是父亲的背影呢 来说出 人的一种精神的寓意 所以呢 它是比较含蓄的 我们知道啊 艺术在表现理念的时候呢 它是通过你的视觉 听觉 触觉 感觉 来对应的 建筑 绘画 雕刻 它对应的是视觉 雕刻 有时甚至对应 你的触觉 而与音乐对应的呢 是你的听觉 所以我们虽然是 比较含蓄的来表达 但是它也是很直接的 对应的人的感官 所以艺术有的时候 可以控制你 比如你听音乐吧 如果真的是那种 震撼人心的音乐 人就被音乐所控制住了 所以文艺复兴那些作品 也对人有一定的控制力 据说有些人 在艺术馆里 就是看摩娜丽莎微笑 看到一整天 结果它着迷了 它完全陷进去了 它就想解开 这个微笑 究竟代表什么意思 所以我们说呢 文艺复兴的那些艺术品 它通过那个 人的 对人的生命力的 含蓄的结识 它直接把 它的精神的余意 传到人的心灵 我们说 艺术必须是有技巧的 我们说一朵很美丽的花 这不是艺术品啊 尽管那朵花 也是审美对象 红宝石 蓝宝石 都不是艺术品 但是它也是审美对象 但是我们说 插花却是一种艺术 我们说 玫瑰花被当作爱情的象征 这里面也有了一种 文化的修饰 所以插过的花 精心装扮好的玫瑰花 这都是一种艺术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面 加进了人的技巧 如果不通过技巧性 不通过技巧性 来表达出丰富的感染力 那些东西 只能是一种审美对象 而不是艺术 所以艺术是讲究的 是要提炼的 我们喝水和喝茶 有什么区别呢 而我们那个茶艺 和我们普通的喝茶 又有什么区别呢 这里面实际上是很有区别的 我们喝一杯矿泉水 那叫喝水 我们喝一杯茶 那叫喝茶 我们用一种茶艺的方式来喝茶 那就要讲究 有程序的 有技巧的 这就进入要专业的领域 而不是业余的领域 所以我们说呢 艺术它是有很多讲究的 它是有很多技巧的 再说一下 艺术是有表现力的 艺术绝对不是在线的艺术 所以我们学历史的 经常说 历史是在线的 但是艺术是表现的 你去拍照 你拍出一个很美的照 你那个照基本上是在线的 但是艺术呢 它允许某部分的突出 某部分的减少 所以呢 它是通过夸张 通过突出 通过变形 来表现出它的艺术性的 所以通过我们这样一些情况呢 我们看完艺复兴的那些作品 都可以称之为艺术作品 所以我们就在文艺复兴 这样一个名称里面呢 你就听出为什么我们不说 中世纪复兴 而我们要用一个名字叫做 文艺复兴 证明了那个时候的作品 才能叫成为艺术 那么文艺复兴的风格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 一个是利 一个是甜美 那么为什么它的风格是利和甜美呢 我们就要说呢 它的利是什么 它的甜美又是什么 我们说最有力量的东西 就是蓄而不发的那种利 但是文艺复兴的利呢 也体现出一种力度 这种力量呢 就是断裂崇拜 震荡崇拜 新价值崇拜 未来崇拜 它首先呢 要和中世纪的艺术有决裂的一面 它表现出和以前的东西 很不一样的一面 这叫做断裂崇拜 在文艺复兴艺术之前啊 画人啊也画 但基本上是一个矮板的人 中世纪的那些画呢 有点像拜展庭的镶嵌画 文艺复兴呢 却把人画活了 所以它和中世纪的艺术 相比较的话呢 它是断裂崇拜 那么断裂崇拜 这样一种风格呢 却是一种创新 它开造了新的范式 一种新的风格 第二个情况 我们说震荡崇拜 震荡也是文艺复兴画家 用来表现力量的一种手段 也就是你看 在那些画的面前 你不得不心灵震撼 文艺复兴的每幅画 有点像写诗一样 和诗歌是连在一起的 诗歌有的时候是走极端的 比如中国的诗人杜甫 他就说过 那个语不惊人死不休 这样的话 那个艺术家作画也是这样的 他们天生是一种完美主义者 他们要引起正道 达芬奇只画了十二幅画 但是每幅画都令人心灵正道 他不做到完美 他就没有完成 这就是说呢 要么就不作诗 要么就不画画 一旦画出来就要是完美的作品 这种唯美主义的追求 这种完美主义的追求 使得历史的艺术家 是把自己放在刀锋上过路 他们每天都是高峰体验 刀锋体验 他们每画一幅作品 就把自己的整个性命 放上去了 这种情况有点像中国古代的 那个驻剑的高明的剑师 或者像景德正那个 制造那个高品位瓷器的那些艺人 当那个瓷器做不好的时候 他们就自己跳进去了 当那个宝剑做不成的时候 他们就自己跳进去了 结果宝剑就做成了 这才是真正的见能合一 真正的见能合一 那么文艺复兴的时候 这艺术家也是这样 你看达芬奇画一幅画画 那么多年 永远不会完成 就是他们太专注了 把自己的性命都赔上去了 那么这样一种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就要产生一种震荡感 震撼感 结果达芬奇就为我们留下了十二幅画 但是每一幅画都是引起人们的心灵震撼的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他们的创新精神 我在这里把他们盖过 我新价值崇拜 这些画家怎么弄出这些风格的 和他们所说的教育很有关系 他们那个教育的培养方式 不是我们现在培养艺术家的方式 不是进什么中央美术学院 就能培养出来的 他们首先是在座坊里面学画 跟一个师傅学画 学到一定的程度呢 他们就去旅游去了 然后就接触了很多很多不同的艺术家 接触了不同的风格 然后他们才回来 自己开个座坊 或者他们继续旅游 去在某个宫廷 某个草典里面去画画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开眼界的训练方法 这样呢他们才能接触到新东西 而不是关在自己的书房里 挂在自己的画室里 一天当晚在模仿以前的东西 所以我们有着必要呢 去思考一下 文艺复兴为什么出现那么多伟人 那么多艺术家 很关键的一点呢 他们是通过旅游 逼迫自己 不断地接触新的东西 而不是不断地翻古书 不断地去模仿 这样呢 他们会产生出很多新的东西 他们容易走到时代的前沿里面去 他们容易来复兴古典最优秀的文化 同时他们也容易去创造最优美的风格 还有一点就是未来崇拜 就是我们刚才说 文艺复兴那批艺术家们呢 他们画画也好 写事也好 他们不是写给自己看的 也不是写给周围人看的 他们也要写给一千年以后的人看的 这就是为什么 那个淡定离我们 初初上来 也有六七百年了吧 但为什么我们读他的那些诗篇 读他的那个神曲 还是能够感到那么震撼呢 就是他在这个里面 有一个未来崇拜在里面 他们对未来的兴趣 要大于对现实的兴趣 也就是他们写的东西 都是超时代的 那样超时代的作品呢 往往是反映在伟大的艺术家身上 其实贝多芬做的事情也是这样 贝多芬的一些音乐 也不是仅仅给他同时代能听的 而是让我们现在 几百年以后的人 听到贝多芬的音乐 还是听得津津有味 从里面能够吸收 很大的养分 这就叫做华时代的人物 我们过去华时代呢 总是把华时代当作是 与以前的人不同 或者他们开创什么新的风格 就把那些人的人 说成是华时代的人物 其实同学们得知到 华时代还有另一个含义 就是他们是超前的人 他们是站在他们那个时代 最前面的人 他们的作品是耐看的 他们的作品是超时代的 也就是他们的作品 流传几百年以后 能不能看 还可以从中获取力量 一个作品啊 做到极端的好的时候呢 就能完成三个超越 一个是时间的超越 过去的人喜欢 现在的人也喜欢 一个是空间的超越 中国人喜欢 外国人也喜欢 你比方贝多文的音乐 你比方说达文奇的画 你比如吉拜师画的虾 梅兰范长的京剧 这都是超越 一个国家的范围的 所以空间上的超越 还有就是小作品 小题材和大题材的超越 一个东西弄得极端精确了 极端又美了 就无所谓大题材小题材 莫娜丽莎 不过是个双人的银汉家的七次 这不是大题材 但是他如果已经 画得极端的好了 那他就是一个大题材 范高画了一朵向日葵 那也是小题材 但是他从一个向日葵里面 却表现出人类的疯狂 表现出命运的无常 那又变成一个大题材了 所以华时代这个含义呢 还要用那个 对于未来世界的崇拜 来加以概括 那么从这么一个情况来看呢 我们看到文艺复兴那些人 米开朗基罗 达芬奇那些人 他们画的画 就是不仅仅给他们 同时代的人看的 他还是留给后人看的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他们的力量的移民 还有我们说他的甜美的移民 现在的人发明了一个词 什么叫甜美 叫做妩媚 你去看文艺复兴的话 非常的妩媚 非常的得体 非常的艺术化 每一件都是审美对象 那么这样一种情况呢 才能够表现出 文艺复兴艺术的一种风格 那么另一个情况 我们从里面还能感到一种 人性的力量 这个中世纪被压抑的艺术家 创作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他们是文艺复兴时期 进入一个高潮时候 产生出的作品 为什么这个时候 才能产生作品呢 那时候他们的身份改变 有关系 也就是艺术家呢 平时就是一般的匠人 但是到了一个突然的时间 他们成了医治整个社会的医生了 那个时候他们完全忘记了自我了 他们已经获得了社会的尊敬 一个医生啊 他在医治病人的时候 他才是最有尊严的 那么艺术家在那个时候 也是最贴近时代的 最贴近社会的时候 他们离社会最近 他们担负的使命最重要 他们要医治整个社会的 人类的病 只有在这个时候呢 他们就忘记了自己 你比方达芬奇 他为了画画 他就解剖了三十多具尸体 你比方米开朗吉罗 就他画画就不收钱了 他画画的目的不是要争钱 而就是要画画 你比如早期的作家 早期的画家提香 提香画画的时候 他的开价是很高的 在文艺复兴以前的一个画家呢 他画一幅画 可能得到的报酬是三十个金币 但提香开价就是三千个金币 三千个弗洛林 可见他们已经知道 自己的地位了 所以只有在这个时候 他们呢 才能够画出这样的画来 那么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文艺复兴的话的风格呢 是深圣地受到古典主义的影响 你去看文艺复兴那些画 你觉得像米开朗吉罗大卫 你觉得这个画真的是精美绝伦 没有办法再找到第二幅了 但是你把米开朗吉罗雕塑的那个大卫 放到雅典的古希腊的博物馆去 雅典的那个历史博物馆去 又看到这一个大卫和希腊博物馆里的 那么多的艺术品 完全是不分上下的 它只是这个一个族群里面的一件而已 可见文艺复兴的艺术品 和古希腊的艺术品有多么的相像 所以带有多么浓厚的古典风格 受到多大的古典主义的影响 所以古典主义的东西和文艺复兴的作品 很相像这一点呢 使我们感到这是一种吸收了古代的优秀的 风格的影响 而产生出来的作品 那么这样一些东西呢 给我们感到呢 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如果你要追溯古人 那是有的 你可以追溯到希腊那里去 但中世纪里面是没有这样作品的 当我们看这样一些作品的时候呢 我们还要记得 当时的人 除了有英雄主义的一面 还有悲观的一面 因为他们都是生活在黑死病的 带来的危机之中的人 黑死病 人们的流离失所 弄得人们都很痛苦 但是艺术家所感受的痛苦 和一般的人感受的痛苦是不一样的 一般的人感受痛苦就痛苦了 过去会很悲哀 过去会很痛苦 但是那些知识精英 那些诗人 那些艺术家 他们看到人们都这么痛苦 他们就生起了一种决心 就是要用他们自己的作品 去给人类带来欢乐 去振兴人类的生命的潜能 以便把那种痛苦转变为欢乐 所以你去看那些画 都是用那么灿烂的颜色 也就是说 这么说吧 当人类悲观了 他们就去表现人的力量 当人们都没有感情了 他们就去歌颂人的爱情 当人们都觉得 很悲观 很沮丧了 他们就去描绘 最美丽的人体 表现人类最灿烂的一面 当人们就说 我们要到地狱去了 地狱里去了 他们就去表现 天人合一的一面 说我们的出路不是去地狱 我们是要去天堂 况且我们也不必去天堂 我们就可以通过 我们自己的手 来建立一个人间的一点园 所以这些人呢 特别优秀 所以我们称他那些诗人 那些艺术家特别优秀 称他们为优秀的艺术家 也就是他们在那边 悲哀的状况下 用新文化 用他们的作品 来开创了这新的时代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艺复兴时代 好 我们休息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